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至今还未生育 倒不是她不想生或者是身体上有问题 而是不能生 如此邱女士说得很坦然 我不生完全是因为我婆婆 没结婚以前我是真没看出来我婆婆是这样的人 但结了婚以后再发现也晚了 我老公又孝顺 即便她总是站在我这一边 但对待婆婆的胡作非为她总是不管不问 甚至还帮她妈妈隐瞒 叫我怎么安心生孩子 生孩子意味着责任 意味着在这个家里被动 我婆婆就更加高兴了 她巴不得赶紧撵我走 为她儿子找好下一家 邱女士的言语过激 第一开始是不幸的 即便有多大的怨 也不见得婆媳关系能弄到这般地步 然而邱女士接下来的讲话却颠覆了我的三观 邱女士和丈夫阿宁都是普通家庭出生 邱女士的父母是当地小镇偏乡下的地方 而丈夫家座在小镇中 也就这么点差别 双方父母都是宫西间层 本质上没差 邱女士在高档楼盘销售出过工作 丈夫在私人小公司做文员 然而邱女士的工作却引起了婆婆的不满 两人在恋爱人时 婆婆对邱女士非常的不待见 觉得这个女人做销售工作不体面 成天泡头露面 客户又都是成功男性之流 因此定性邱女士这个女孩不简单 但阿宁和邱女士那时正处于热恋机 婆婆的反对根本没用 阿宁不在意 邱女士也是被恋爱冲昏了头脑 认为男人愿意为了自己顶住压力 真的很不容易 再者她觉得很多人都会对女销售存在偏见 婆婆也是如此 但只要她尽心孝顺婆婆讨好她 终归会让婆婆对她改观 于是在次年两个人就结婚了 结婚的时候邱女士考虑阿宁家的家庭状况不好 也为了博得婆婆的好感 她几乎就是裸婚禁的婆家 三斤没买彩礼没要 只买了一个三千块的钻戒 就把自己嫁了出去 然而邱女士没有想到 她处处为婆家考虑 却在婆婆口中说成了便宜货没人要 上赶着嫁进他们家 邱女士没有多想 她是个心里承受能力极强的女性 但没过了多久之后 她却听到了邻居无意间跟她透露的闲言碎语 小邱啊你可长点心吧 你婆婆到处在外面乱说 说你是寿楼小姐私生活很乱 天天在家里接陌生男人的电话 还笑容满面的殷勤的步行 到处说你人品有问题 还说她儿子人长得帅 工作也体面 哪儿哪儿都好 咋就找了你 说你俩根本不般配 希望她儿子早点洗务 赶紧申了你 找个下家才好 邱女士当时听了真的很生气 她回家立刻去询问婆婆 没想到婆婆根本没想否认 阴阳怪气的和小邱说道 你就是个寿楼小姐啊 做的还说不得吗 你要是不想我说 那你就辞职呀 在一家老老实实做个家庭 祝福伺候我儿子 你做这个职业 我说出去都觉得丢脸 邱女士当然没有辞职 她告诉我 她认为职业没有高低贵贱 她在这一行做得很好 积累了很多人脉和老顾客 常拿一级冠军 这是她养活自己的筹码 如果连这个都失去了 那她才是真的退无可退 没有一丝生活底气了 结果当然是婆婆暴怒 婆媳关系越来越差 最近一段时间 她总是发现 婆婆经常和丈夫 嘀嘀咕咕背着自己 说悄悄话 本来她是没有在意的 自己工作一天到晚 回到家已经很累了 也怪婆婆的演技太差 每每看到邱女士过来 就心虚的一句话也不说了 掉头就走 邱女士问老公 老公也是顾左右而言她 不回答邱女士的问题 直到后来有一天 邱女士回家的路上 意外看到婆婆 在和一个光鲜亮丽的老太太聊天 邱女士正迟疑着 要不要跟婆婆打招呼 却听到这样的一段对话 听说你儿子结婚了 我女儿可不找结婚过的男人了 我儿子没结婚呀 老姐妹你听谁瞎说的呀 我儿子一直都是单身 我儿子啊 那叫黄金单身汉 有车有房 你女儿不是博士毕业的吗 嫁到我家舒坦得很 咱俩互相留个联系方式 让他们年轻人自己联系 我们老一半儿 说再多也没有用 关键还在自己看对眼 邱女士听到之后 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大为震惊 她想都没想 直接上去揭穿了我婆婆 哟 这不是我婆婆吗 怎么这么巧呀 买菜呢 这位阿姨是 我叫小青 您好 对面的阿姨有些搞不清了 你不是说你儿子没结婚 从哪儿冒出来的儿媳妇 你到底有几个儿子啊 婆婆一脸尴尬 邱女士立即回答了 瞧您说的 您一定肯定听错了 我们家就我老公 一个孩子单传的 哪儿子兄弟 我们俩结婚都两年了 阿姨听完后 一脸震惊 随后一言不发 她愤愤离开 随后这个婆婆 竟然恶人现告状起来 你什么意思 你本来就配不上我儿子 现在还来搅活事 反正你都知道了 赶紧滚大 给新女主人挪窝 邱女士听完笑了 她第一次觉得 婆婆傻得可爱 也是第一次 对这个婆婆 再也不抱有希望 她冷冷的笑着 婆婆 你张口闭口 瞧不起我 瞧不起我的工作 知不知道你儿子的 体面工作 不过是个小文员 整天一文件 每个月的工资 只有三千块 除了供她自己花销 连邮费都要问我要 房贷也是我还的 您儿子是真优秀 真金贵 谁也配不上 我当然也不配 找个天仙伺候他 也不为过 但是你儿子 是我养着 你就使劲作 千万别停 我反正也觉得 结婚挺没有意思的 你儿子想让我和他离婚 我没意见 立马给你签字 你就等着看 离了我 还有谁要他 你非得打他光棍高兴 我更高兴 我就看着 你是怎么坑自己儿子 作死的 当晚邱女士当着婆婆的面 把离婚协议书 往丈夫面前一放 阿宁当然没有签字 但他了解到 来龙去脉以后 训斥了婆婆 婆婆似乎终于明白 自己做了啥事 第一次服软 向邱女士道歉 现在消停了 邱女士最后跟我说 我丈夫多么聪明的一个人 她谈活婆婆 这么长时间 现在装作 什么都不知道 但我也不就追究了 她确实没有做出 什么出口的事情 并没有和婆婆胡闹 这点我还是知道的 她可不像婆婆 对自己定位可准了 吃软饭不舒服吗 换个老婆她愿意 人家要是看不上她呢 也是可笑 女博士谁不想娶 我还想嫁高富帅呢 关键是够不够格 邱女士的家庭 真的没什么好评断的 从她的描述中 我能够感受到 这家庭气氛的微妙 参加了很多 说不清道不明的现实因素 在里面 普通人的生活 总是这样身不由己 即便一团乱麻 也就将就着过 一切都是为了生活 但邱女士的丈夫和婆婆 的确存在着很多问题 在里面 一个丈夫 即便她没有背叛婚姻 但却包庇了自己的母亲 去破坏婚姻 一个男人 至于软肉 没逐渐到这个地步吗 要女人养着不可思议 吃软饭心安理的 这样没出息 也难怪邱女士 一口咬定离开她 丈夫注定是打光过人的命运 至于婆婆对儿子的定位 未免太高 都这样了 还觉得儿子优秀金贵 就是高人一等 儿子胸无大致 混吃等死 媳妇在外面辛苦工作 她却还看不上 真的不理解她的脑回路 正如邱女士所说的 职业没有什么高低之分 行行处状元 做销售也好 送外卖也好 辛苦工作的人 都值得被人尊敬 而那些自认为 自己高尚的人 才是最低劣的 邱女士伯伯也应该明白了 自己的儿子 并非自己想象的那般优秀 而那个自己看不上的媳妇 确确实实在承担 家庭中绝大部分的责任 如果还要果乱 或许她最心爱的 被她毁于一旦 一家人就敢拧成一股神 竟然一处是 齐心才能成事 互相理解和体谅 才能家庭和谐 如果是为了儿子好 就别作 好好过日子 做小家庭的后盾 别过度干涉儿子 儿媳的生活 这才是真正的关心与帮助 但个人角度来说 我觉得或许离婚 对邱女士来说 并不是错 而是解脱 但每个人都选择生活的权利 或许是因为爱 或许是因为责任 离婚不是解决问题的 唯一方式 我也只能祝愿 邱女士的人生 会得偿所愿 得到婆婆和丈夫的善待了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